有一個Youtube跟戰地還有我的新訂閱的 還有大家好我是基隆回答者 那今天我會上傳了兩段視頻 那這是第一個 那這一個也是你們會先看到跟聽到的一個視頻影片 因為我要講的就是說一個TOMHEAD在11月29號 就是今年的11月29號上個月之後 那他發表了一篇文章 那就是說說他的文章也是提到 就是說目前戰地人世界的音效的團隊 那他做出了一個整理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一些 那你們如果說你們看一下之前的那個 童年大師的影片 他知道戰地人世界的很多元老都已經走掉了 那就是說因為那時候的話 我有聽說這個原因 只是說我們沒有說很確定 當然因為TOMHEAD的話 他的爆出來的東西還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只是說官方他當然也是 他當然也是不說謊 因為如果你按照看到這一段時間 而在認識的一些事情 就可以發生到很多事情的話 官方他不會出來講 即使是事實他也不出來說 那有時候會釋受諸葛 就是說之前的Open Beta 他跟人家說 這是幾個月出來 幾個月之前出來的舊友的動力 然後現在給完加完 那從這個做事情態度 就可以讓人知道說 這一間公司其實不是一件很負責的代理 那為什麼這樣子講 其實這句話一直我那時候 我一直我不想說 但是我說了怕 會人家會覺得說 會有一個反彈的態度 我不是在失手中的 其實如果你看我的影片 就知道說其實 那時候的話 其實我對戰地24 其實算是很 算是不是說很樂觀 然後直到現在 但是我必須說 我們要給他一點時間更新 我們要給他一點時間更新 不是說因為說 一開始的時候做得不好 馬上就否定掉 不是不能這樣這樣子 我任何的遊戲都是一樣 不光是戰地24的 雖然他現在一路這樣看下來的話 其實真的不是很樂觀 但是至少我的感覺是 我的感覺是不要 不要走戰地5的 重道負責戰地5的那個路就好 但不要這樣 老實講 老實講 如果我說 你看一下之前7月份EA Play 然後EA官方不是請了 台灣的三位社群的大佬 然後就講一些EA跟代詞的一些理念 其實我是 我看一看我是一笑自知 他是講說 他講了很多 開了很多支票 我講的就是開了很多支票 所以 我們現在回到 這一次的重點 來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就是說 這些關係到 就是說 欸 關係到大家 是否有對戰地的人 是否還要繼續再玩下去 當然 我知道有些鐵粉 有些鐵粉 其實我也算是鐵粉 但是不是在第二次的 其實我必須跟大家講 我 現在看起來 包括我在玩下去的時候 我已經 開始已經不算是鐵粉了 那 先看一下這個表格 這是在這個世界的 音效的團隊 音效團隊來講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這個音效的 算是總監 那算是設計師 那這邊他有錢 那就是說 他的開發的時間 11年 17年 這就是他開發的經驗來講的話 那你可以發現到一些事情 就是說 就是說 其實菜 菜 我想說菜 這是加入的時間 你看一下 就是說加入的時間的話 其實菜的經驗真的是不少 所以菜的是 就是說五年之內 五年之內 就是說我們可以當五年跟三年之內 因為你要在一個領域來講的話 如果你留在工作就知道 你要在一個領域來講 你要當了一個總監 或者說當了一個 比較重要的職務來 你還是要花你幾年的時間去鍛鍊 如果是說 如果是說說今天你的工作室 你的工作室來講 都會出現一些 就是說大幻學的情況下 但是沒有限定 還會發現到 你就是如同戰地的人 是這種悲劇的 我們現在聽到這邊來講 就是說 TOMHEADEN 他在這邊 裡面他提到一點 他提到就是說 說 目前代史有無法比員工 現在有87%是佔第一的 那之後加入的新人 在204之後 在204之後 的時候 開發204的員工 有58%是剛剛加入的新人 204的就是他們的第一份的職務 第一份的工作 那也就是說 現在代史出了佔第一之後 加入的都是一些大量的新人 剩下的就是說佔你204的時候 才加入的一些更新的菜 那 簡單的說 核心人員已經走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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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給我們一個什麼警訊呢 他這邊有講 58%的人 寫的已經很清楚了 58%的人 就是剛剛加入 戰地的新人 那在204的就是他們的第一份工作 那 這個代表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說 我必須這樣講 戰地204是JBP菜鳥的一個白老鼠的實驗作品 我要這樣說 會變成什麼呢 我們講戰地5 我們先提到戰地5 戰地5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 戰地5做了很多大量的 什麼講 大量的改革 比如說取消3D的鎖定 就之前的 就是之前的設計師 取消3D的鎖定 然後呢 他有一個創意就是說 今天你的工程品 你可以做 你可以建構工事 建構工地 其實這次戰地5非常 我覺得 我覺得 我非常 我非常欣賞 戰地5的這一點 他這一點做得很成功 但是他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東西 就是說 比如說 我們在跳跳躍的時候 會加入一些其他 翻滾的那個洞 那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完全沒有必要 然後還有就是說 更好笑的就是說 你在近戰的時候 那裡 那個有些玻璃 有些二樓三樓 你又穿過那個玻璃 你還打不過 你連木桶都打不過 你現在去看 我現在不知道改了 你連那個木桶 木箱都打不過 就是說 你拿近戰的武器去打 還打不過 鐵絲網也沒辦法鎖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我不知道現在鐵絲網有沒有打破 我知道那時候 我玩的時候 你的木桶 放在地上的木桶 都打破了 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戰地5可以講話 其實真的是太多問題 然後 戰地5做了很多改革 你們自己去看就知道了 然後到戰地M4 我覺得戰地5 是戰地系列的一個轉捩點 我所謂的轉捩就是說 他想要將一些戰地 他們自己覺得 他們自己覺得 他們應該把將戰地5 改成什麼樣子 他們 仔細聽 他們自己覺得 不是玩家的意見 不是玩家的意見 是他們自己 是他們自己 I think it I think it I think it 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錯誤的 今天你是一個開發者 你是要站在玩家的立場 去開發一個遊戲 而不是因為站在一個 我自己覺得 我感覺 我想要怎麼做 去開發這個遊戲 而我的最終的目的 並不是開發遊戲 而是我要取悅於上面的股東 上面的所謂的壓力來講的話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大家要記得有一個觀念 很多遊戲廠商 不光是一些 他們本身就是一個 資本主義的一個社群 資本主義的一個架構在 我為什麼這樣 資本主義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比如說 如同一個金字塔 下面的一個固園 下面一個固園 下面一個固園 大家都是頂的一個轎子 然後拱的上面 最高層的那個人 也就是所謂的資本主義家 那他用一些 極端的方式去操控下面的這些 這個就是資本主義 典型的資本主義 不光是一階跟大師 很多公司都是這樣 也就是最近這幾年 我們去看一下資本主義 他們的家 然後就可以知道 大家就可以知道 一階跟大師 他們是怎麼去搞這個遊戲 今天這個遊戲 我沒辦法獲利 我就是 我就是馬上跳過來 去換做另外一件 做另外一件 那我希望他在短時間之內 能夠獲取最大的暴力 所謂的暴力 不是那個暴力是第一 是歷史第一 所以為什麼 一階跟大師會搞什麼 這麼多工作室 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 很典型的資本主義的一間工作室 我不是在講 我不是在說 只有一階跟大師 很多公司 很多遊戲商 都是有這種情況發生 不是只有一階跟大師 只是說他們做的 他做的太明顯 他做的太明顯 OK 那 我知道有些人 可能不太喜歡我講這句話 可能會有你們自己的意見 那我講的是事實 我講的事實就是這樣子 我尤其是我去看了一下 資本主義的韋基牌歌裡面 他寫得非常的清楚 寫得非常 真的就是在 真的就是在 跟一階跟大師 他目前的情況 真的就是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 其實一階跟大師 他本身 你們去看一下 他有世間的 所謂的工作室 所謂的時間工作室的分布 最大 最最大 他們最重視的是什麼 就是一階 就是一階的體育 體育遊戲 他一年可以做一部 何樂不為 他我每年賺這個遊戲就好 一階跟大師的 戰地二十四 戰地風雲 西異的台灣 對他們來講 其實不過是配菜 不過是個配菜 他們重視的還是體育遊戲 所以你看一下每年的體育遊戲 一定都會有利 而且他們的品質做得還不差 這我不得不承認 我不得不承認 那你可能問說 那現在戰地二十四人 我還要玩嗎 那如果是你覺得說 這個遊戲還 你覺得你 你覺得 你覺得 你有一種 想像的空間 我希望它能夠更好 我是說有些玩意 我希望它能更好 然後開始就在那邊鼓吹 戰地二十四人 是一個很好的遊戲 等等這樣 那沒關係可以繼續換成 沒有關係 其實 我只是講說 數字會說話 數字會說話 前兩天 你們看見 史丁上面那些人說 數字會說話 如果說你今天 對這個遊戲玩 對繼續玩沒有關係 那幫我好在那裡 我現在是 偶爾玩 我不會像之前 戰地五一樣 花了這麼多時間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這樣子 你可以想像說 對 一夜跟太太太 他怎麼樣去 讓它修正到 有些大方向 我想大方向 可能太不 就不一定修得完 我剛剛前面講到 2042是這些菜鳥 都一個白老鼠 實驗是個白老鼠 那 我 我不設計說 如同一夜跟太太太 在七月一夜 不會講話 說這個遊戲會更新到 兩年至三年 其實我是覺得 挺挺就好 看看就好 我還是回歸到我的初衷 挺挺就好 因為我對這個 兩年到三年 我是覺得 我是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我必須承認 我會非常打一個問號 兩年到三年 能不能更新到一年 我就覺得 可不可以更新到一年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很妥笑 我覺得很妥笑 那今天也會到這邊 解錄吧 因為大家的收聽跟收看 那今天我會上傳兩個影片 另外一個影片 那我先讓他賣個關子 可能會比較長一點 可能會長 那我看到了 我不知道這是弗洛伊安的推特還是 我給他 我看一下是不是他的 如果是的話 那我就給他 他不叫是他的 我剛好突然看到 我就給他 我就追著他的 他的推特去走 看一下有什麼很好玩 或是說很勁爆的 我剛好有看到 剛好看到他的 剛好看到他的 他的推特 真是 有點不好意思 剛好真的在錄影片的時候 剛好看到他 就是 有一份就是這麼巧合 就是這麼巧合 我剛剛還沒自己看 那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對所有遊戲 有興趣的話 去追追他們的一些推特 或是看一下 雷德上面一些大老大 一些文章 你會覺得 你會收穫很多 會跟我一樣收穫很多 我不看台灣的東西 我已經不看台灣的東西 不是說台灣的東西不好 而是我覺得 我個人感覺 我個人感覺 今天是一個玩家的話 我們必須 尤其是我們是在推廣 某些遊戲 我們必須站在一個 客觀地上 推動的遊戲 而不是過度去膨脹 某些遊戲來講 進而呢 會產生一些 讓人覺得說 為什麼現在 為什麼大家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麼憤怒 憤怒值 憤怒值 為什麼沒有憤怒 為什麼 一個期待 當初大家都認識的 期待太高 我們現在得事情太重 不要怪誰 不要怪那些sponsor 不要怪那些大公仔 不要怪那些公仔 不要怪那些公仔 什麼東西 我相信他們 他們的立場 他們也他們的苦 要怪 就怪我們自己 當初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把自己的 的那個決心 女性跟感性 在一起 你是要走女性 還是要感性 我這個人 我有時候很感性 但是我對這方面 我會有女性 尤其是現在疫情 那時候疫情之前 其實都是很吃緊 所以那時候 我並不是說 我有一陣子 我也是很想 替大家的荷包看緊 可是沒辦法 很多人還是預購 暫停很濕熱的 那如果你對這個系列有愛 當然你可以去繼續玩下去 如果你覺得這個遊戲 真的不行 我勸大家 真的是 急早脫手 即使沒辦法退款 你就把它當作是 你 生命中的一個 美好的回憶 我只能這樣子說 未來會不會 暫停的事 出了新的 會不會 還不會有這個系列 這個情況發生 相信我一定還會再發生 一定還會再發生 我影片作證 一定還會再發生 這種 不要說悲劇 這種 這種 這種很匪夷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手段 他就是要讓 這樣子 他才有辦法去再生存下去 影片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很歡迎 如果你有新的訂閱 或是推廣 新的玩家 或是說 其他人想要看一下 一些遊戲 一些資訊 有些情報 那我也不定時的上去更新 不光是只有 一項 我會看一些其他 如果我有空 我記得 我更新一些 我想要知道 或者說 大家會去想知道的一些東西 來講 那有些 有些訊息 有些給我的訊息 對不起 我沒辦法回你 並不是我不回你 而是因為我的訊息太多 我沒辦法一個一個回 即使你在我的YouTube上 上 我也不會去回你 因為我的多 東西 我不知道為什麼 訊息真的是很多 真的是很多 那 那最後最後 最後我要感謝 就是說 這段時間 我要感謝一下 就是說 有些人 有幾個人 就默默的 不認識 我默默在支持 以前 我還不會去 以前我還不會 如果在支持 這個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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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來講 那我的人數 不是 我的瀏覽人數 包括 訂閱的 其實不是 我自己也知道 我具體有一次 像那種類的 這種影片 這種YouTube的那種頻道 這種專門在噴 噴貼 這種 專門在噴 這個 這個 其實我也知道 都不是很高 我自己也知道 那其實我覺得 也沒什麼 只是我們講 該怎麼 換另外的角度 去看一個 看一個事情而已 就是說 路同我上次看到 我的留言 下面留言 他說 他有在看我的 他有在看我的影片 那我在嘴 他有在看 因為他覺得說 要聽不同的聲音 這樣子的話 來講的話 這樣會比較 不要聽某個人的意見 來解釋 我覺得他的想法 非常的正確 我忘記是誰 如果你 如果是 如果你有 之前有在這邊留言的話 我麻煩你出個聲音 讓我知道一下 我覺得你的想法 你的觀念 非常的正確 我們的確要接受不同的聲音 那我們要接受 我們要接受不同的聲音 我們要聽不同的聲音的意見 才知道說 這個遊戲 我們不要只聽好 不要只聽好 重點是 我們不要只聽好 就是因為 為什麼現在這次 為什麼不悲劇 就是大家都喜歡聽好的東西 壞的東西 我們兩個 暴險暴誘 就是這個悲劇 我不希望 比如說說 有時候在玩的 Diablo 2 也是我對這個遊戲 也是很 我找時間 我會噴 爆群的這個 重製版 我一直沒有時間 所以 因為他就結束感動 對他收音的收音 那我們再期待 我們再期待 下一個影片 我大概要講什麼 今天我會上傳兩個影片 我 這次我可能會更改一下 上傳YouTub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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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數量 比如說我只要一次 一次錄影上傳 我大概就會錄一次 到兩支 因為之前 相隔時間太久 人家 會有一些話說 OK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是一陣子 掰掰